第144集 羊柔松张了张嘴 却终于没再说什么 的确 如果朝廷真的要追究 那的确是可以将他开除学籍的 毕竟他叔叔是个杀人犯 而他爹也是道德败坏的人 老匡叔在前面赶着车 虽然没有插嘴 但是却将叔侄俩的对话听了个清楚 不由的暗自摇摇头 这羊柔松白念了书了 也是个自私的人哪 柔松 你是长孙 现在家里这个样子 你的心里得有个章程啊 杨柔松有点苦口婆心的感觉 还有啊 你得劝劝你爹娘 别闹腾了 都一把年纪了 还是要好好过日子的好 杨柔松抿着唇不说话 好事很累 没想到又听见家里的糟心事 他现在有种想要暴怒骂人的感觉 不过还好他忍住了 杨柔松说了半天 也没听见杨柔松的回应 扭头看了一眼 却发现他竟然靠在车壁上闭着眼睛 张了张嘴 却终究只是发出一声叹息 就不再说什么了 哼哼 响子啊 你岁数也不小了 也该考虑考虑自己了呀 老宽看了也杨柔松 说得有些语重心长 其实 也是因为这些日子 他跟杨柔松接触得多了 学得亲近了些 这才开口的 毕竟心儿最心疼这个武叔 哼 老邝大哥呀 我这个样子 谁会愿意跟着我呀 杨柔松叹了口气 语气里是无限的落寞 老邝也只能叹口气 唉 你家的几个哥哥 的确是够作的 我说句 不是外道的话啊 或许分了家 也就好了 哼 谈何容易啊 杨柔松苦笑了一下 他也想分家 可是他娘 就是死也不分家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只能这么熬着 唉 老邝叔最后 也叹了口气 罗车的速度并不慢 中间的镇子上 也没有耽搁 也不过就一个时辰 就到了村子 只是 刚进了村子没多久 还没到杨家老宅的 大门口呢 就发现门口 围着不少的人 老远就听见院子里 发出的 惊天动地的哭喊声 那生意也熟悉 正是杨柔和的 杨柔祥顿时心里一沉 不会是 又出事了吧 而原本 闭着眼睛假妹 却不知道什么时候 真的睡过去的杨如松 也猛然惊醒了 茫然地看脸四周之后 终于清醒了过来 小叔 到了 发生啥事了 杨柔祥皱眉 急忙从车上跳了下来 一拳一拐地 朝着家门跑了过去 杨如松也急忙跟着下了车 老邝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也跟着过去了 发生啥事了 杨柔祥拨开人群 走进了院子 就看见杨柔和正坐在地上大哭呢 五哥 出事了 爹娘要死了 杨柔和一看杨柔祥回来了 冲过来就抓住了杨柔祥的胳膊 都是 都是大鸭那个狼心狗肺的 给家里水缸下了毒了 杨柔祥的心里咯噔一下 急忙进了屋子 屋子里的炕前地上 放了一个盆子 里面显然是吐出来的东西 弥漫着一股酸臭的味道 而李懿 正在给躺在炕上的杨裴李 和杨安氏下针 两个人此时 都是紧闭着双眼 脸色发青发白 杨柔心这几天的生意 做得相当不错 每次过去都是一阵的功夫 就将准备的食材给卖光了 大家甚至每天都在抱怨 准备的太少了 来晚了就没得吃了 但是每天就这么多 大家也就习惯了 要早吃 就早点过来买呗 不过 杨柔心却觉得 有些郁闷 原本那靠近码头的地方 都是些操劳爷们 这煎柄果子当时 也就是为了给他们准备的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从前天开始 竟然还有一些女人也过来了 对于煎柄果子这种东西 其实老少姐以男女通杀 所以女人过来买就买吧 可是一个劲地盯着 顾清衡是怎么回事啊 甚至还搔手弄姿 这是罪汪之意不再久 是在乎美男呢 顾清衡 你以后别跟着我来了 杨柔心美好气的 看了一眼 根本就不自知的某人 怎么了 顾清衡一脸懵逼的表情 二妮却捂着嘴儿笑了一下 不过被顾颜扯了一下袖子 也就不笑了 到底怎么了 我听着今天的生意不错呢 顾清衡说着 拍拍放在腿上的 放钱的布袋子 今天 你多卖了十个呢 你要是再来 我就要加钱了 杨柔心翻了个白眼 顾清衡皱眉 大哥 那些人 根本就是来看你的 顾颜不忍心看大哥 一头污水的样子 大嫂这吃醋了 谁吃醋了 杨柔心瞪着哭言 不还喝酱油呢 酱油是什么呀 二妮疑惑地问了一句 啊 杨柔心看了眼二妮 心说 啊 这么长时间了 我竟然没发现 这个时代 是没有酱油的 急忙扯了一下嘴角 啊 就是从酱里 分离出来的 油水 可以带甜的 哦 怪不得你每次 都从酱缸里 咬那点咸汁 做菜呢 二妮恍然大悟 现在不说那什么酱油的事 说说吃醋 星儿怎么就吃醋了 顾清衡已经意识到是怎么回事 不过却还是打算装傻 说了 不是吃醋 杨柔心不雅地翻了个白眼 那为什么不让我来呀 顾清衡 微微地挑眉 哼 因为那些女人都是冲着你来的 根本就不是为了我的吃食 杨柔心叹了口气 唉 原本这些吃的 都是给那些出苦力的 气过他们来掺和 就是有很多人都吃不上了 你不来 他们也就不来了 可是 我想陪着你啊 顾清衡显得有些委屈 那你就到小院里等我吧 杨柔心笑笑 反正也就大半个时辰的事 到时候 咱们一起回家就好了 顾清衡没有表态 你知道我的本事的 没人能欺负了我的 杨柔心再次强调 有二妮帮着我就足够了 顾清衡笑了笑 没点头也没摇头 只是提出在外面吃了饭再回去吧 反正家里也有人做饭 杨柔心没意义 顾言和二妮就更没意见 吃过饭 原本还想逛街的 结果刘云气喘吁吁的 找过来了 诶 你怎么来了刘云 杨柔心皱了一下眉头 徐姐 不好了 出事了 刘云气喘吁吁的跑了过来 出事 出什么事了 杨柔心的心咯噔了一下 一把抓住了刘云的胳膊 谁出事了 徐姐别急 不是咱们家的人出事了 是老宅 刘云平复了一下呼吸 因为事关人命 是要让我赶紧来通知你 老宅的人 杨柔心的心放下了 老宅的人做什么了 只要不是三妞他们出事了 就行了 具体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很清楚 应该是被投毒了 我来的时候 李医大夫正好过去了 反正整个村子都轰动了 刘云口齿伶俐的 将事情说了一遍 还有啊 那个杨柔心也没事 不过就吓得跑咱们家了 刘云现在 也已经将杨柔心这里 当成自己的家了 大姐 二妮顿时有些害怕 不由地抓住了杨柔心的袖子 会是 不会是杨柔心下毒 杨柔心拍了拍 二妮的手 她不会那么蠢 听说是大鸭 不过现在找不到那孩子了 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刘云撇了撇嘴 大鸭 二妮更是近乎出声 她才多大呀 回去看看就知道了 杨柔心呼了一口气 其实她倒是觉得 大鸭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就在刚出阵口的时候 就看见老匡叔的罗车赶过来 竟然是送杨董事来医馆的 是杨柔祥送来的 因为他中毒太深 只能送来镇子上 心儿 杨柔祥一看杨柔心 顿时一脸的欣喜 肖说 这么回事啊 真的是大鸭下的毒 杨柔祥知道的比刘云要多 不由的点了点头 嗯 是她之前 去村长家要了一包耗子药 说是家里有耗子 而你爷奶和四婶种的 就是耗子药 当时那耗子药 是下在了做饭的水缸里 说完叹了口气 唉 出事之后 大鸭也就不见了 不知道是躲起来 还是怎么样了 杨柔心不由的 吃笑了一声 哼 这还真是 龙生龙 凤生凤啊 不过此时 也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随即看了眼杨柔祥 你有银子吗 杨柔祥摇摇头 他娘昏迷了 小妹得知是大鸭下的毒 恨不得将杨董事 立马就砍死 哪会给他银子呀 杨柔心叹口气 掏出一两银子 递了过去 唉 没银子 怎么救命啊 去吧 杨柔祥有些善善地 借过银子 哼 星儿 我会还你的 杨柔心摆摆手 以后再说吧 这银子 他可不会不要 不过 却不会让小五舒缓 杨柔祥赶紧送着杨董事 去了贺春堂 杨柔心则跟顾青衡 一起回了村子 还没进自己家门呢 就听到里面传来的哭声 不是别人 正是杨柔祥 你不怕蛇了吗 杨柔心推门走了进来 笑着看向正坐在院子里 哭得梨花带雨的杨柔祥 我家可是养了一群的蛇呀 杨柔祥忽然就尖叫了一声 跳起来 朝着站在旁边的方天泽 就扑了过去 方天泽根本就没想到 对方会忽然蹦起来 朝着自己跳过来 完全是下意识地叫伸手 只是忽然感觉腰上一紧 整个人就朝着后面 飞了过去 杨柔祥原本打算得很好 要怎么才能跟方天泽 有肌肤接触 那样就可以让对方负责了 就算对方不喜欢自己 又能如何 只要能成了亲 他成为了县令家的少奶奶 那有的是机会 让他喜欢上自己 只是 就在他抱住方天泽的瞬间 他都没想到 原本站着的人 竟然就那么地飞了 而他自己 也因为没控制好力度 一下子扑倒在地上 鼻子一阵地酸痛 然后就觉得 一股热流 瞬间就到了嘴唇的上方了 方天泽也没反应过来 等反应过来之后 发现自己已经落地了 杨柔心缠在方天泽腰上的鞭子 收了回来 将他交给刘云 天泽 你不小了 也动不动 谁都可以对你投怀送抱的 到时候 我可没办法 跟方大人和方夫人交代 方天泽张嘴 想要解释 带着话到嘴边 又变了 知道了 新姐 以后 我会注意的 周小一看这个架势 顿时后退两步 他决定了 以后一定要离着这个女人 远点 再远点 他担心 万一对方 拉不到方天泽 再赖上自己 可就麻烦了 他可是认准了梦儿的 如果自己被别的女的抱了 那丫头绝对不会搭理自己了 心里无比庆幸 自己的真实身份 没有曝光 杨如新满意地笑笑 然后走到了杨如玉的面前 说吧 又怎么了 却没有要拉他起来的意思 徐慧虽然觉得杨如玉有点惨 但是经历了之前 杨如新的教育 此时转身进了屋子 眼不见 心也不会软了 二妮倒是刚才想上前 却被身后的顾炎 一把拉住了 他就没有再动 只是将目光移开了 三妮就更不会动了 反而看着一脸鼻血的杨如玉 露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 杨如玉恨死杨如新了 那放在地上的手 不由地叫握紧 但是却抓了一手的土 指甲都快扣断了 脸色也猙獰了起来 不过很快就恢复了 梨花带雨的表情 大堂姐 我能怎么着 我就是害怕 幸亏我今天有些肚子不舒服 没有起来吃饭 否则 我现在也就 断了一下 村里我不知道要去哪里 我也不知道要求助谁 只能跑来找大伯娘 找大堂姐 是我跑去找的 李叔 三女急忙补充一句 有道理 杨如新点头 那么现在 你作为他们的孝顺孙女 也该回去照顾一下他们了 杨如玉顿时诧异地 看向杨如新 家里 家里有小姑呢 那你就更应该回去啊 杨如新笑了 伸手就将她从地上 给滴流起来 然后冲着屋里的徐慧 喊了一声 娘 我送堂妹回老宅了 你们赶紧做晚饭吧 我有些饿了 唉 屋里的徐慧硬了一声 杨如新拎着杨如玉 出门的时候 却发现一个小尾巴 跟了出来 回头一看 竟然是二鸭 不过 小家伙就趴在门口 看着杨如新 在她回头的时候 将小脑袋 缩了回去 不由地叹了口气 唉 看来这事 还是对小家伙 有了影响了 找时间 好好跟小家伙聊聊 别再造成心理阴影 就不好了 杨家老宅此时 已经平静了下来 只是院子里 屋子里 到处都弥漫着酸臭味 让看热闹的人 都不敢靠近 杨培里夫妇 因为中毒轻一些 被李懿给诊治过来 此时也已经清醒了 只是 毕竟都是上了年纪的人 这一折腾 就伤了元气 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 只能在炕上躺着 杨安是想骂人 却没有力气 只能拿着一只扫炕的 小条轴嘎嘎的 不断地敲打着炕盐 时不时地敲在炕席上 浸起一片的灰尘 他想上茅房呀 可是身体软得起不来 也喊不出来 之前李懿给诊治了之后 都是杨柏祥处理的 虽然味道去不了 但是起码那些污秽物 都收拾了 也跟两个人问了水 但是此时杨柏祥去了镇上 就只剩下杨柏和杨如松在身边 两个人都不敢靠前 没办法 当时催吐的时候 衣裳被子都脏了 杨柏祥还没来得及 给他们换衣裳呢 杨安是气得想要大叫 但是无奈发出的声音 却很微弱 毛房 杨柏和戳了一下杨柏祥 你去呀 杨柏祥的脸有些不自然 小顾 乃是女的 要上茅房 你应该照顾 我 小顾 爷乃平时可是最疼爱你的 再说了 男女瘦瘦不亲 我一个孙子 实在无法上前 杨柏祥说的很坦然 乃就不疼你了吗 杨柏和不想去 但是却不能说不去 乃是女的 我是男的 杨柏和无奈了 很后悔今天回来 只能捏着鼻子过去 一只手搀扶杨安氏 可是杨安氏天天在家 养尊处优的 那体格也不小 杨柏和一个手 根本就扶不住 起到一半 哭咚又倒下了 砸的整个炕 都有灰音 哎呀 杨氏终于发出一声 响亮的惨叫 杨 你没事吧 杨柏和急忙两只手 将杨安氏给拉了起来 他还没撑亲 还得指着自己的娘 给自己张罗呢 所以 此时的娘 绝对不能有差错 也就顾不得臭了 哎 还是我百合孝顺呢 杨安氏难难地 发出了声音 杨柏和扯了一下嘴角 慢慢搀扶着杨安氏 下抗冲门 就在此时 院门开了 杨如心拎着杨如玉 进了门 杨柏和一见杨如心 下意识地就要后退 但是刚松开手 杨安氏 就往下出流了 娘 杨柏和吓得 轻忙又扶住了她 你们家的孙女 我给你们送回来了 杨安氏将杨如玉 往杨安氏身边一推 咱们是断了关系的 以后这里的人 别有事没事 就往我家跑 再去 小心我打断她的腿 杨柏和却高兴了 伸手就将被推过来的杨如玉 给抓住了 然后将杨安氏 往她身上一按 来 干净的 赶紧的 伺候你奶去谋房 平时奶对你那么好 现在轮到你出力了 杨如玉刚才被杨如心拎的 有些胸闷气短 此时再被杨安氏一压 直接就趴在地上 杨安氏也跟着倒下来 正好扑在杨如玉的身上 只听见闷哼一声 杨如玉被砸得翻了个白眼 杨安氏也被吓了一跳 趴在杨如玉的背上 哼哼唧唧 然后就一股骚臭味 弥漫了开来 杨如玉此时真的想死呀 后背从腰到大腿的位置 湿热一片 他知道这是奶尿了 还都尿在了他的身上 杨安氏刚才一直憋着 此时释放了出来 反而还舒服地哼哼了两声 不过他小起来 还是有些费劲 就冲着杨百合伸了伸手 拉 杨百合也傻眼了 急忙过去 向杨安氏拉起来 娘 你没事吧 他还没发现 对方已经尿了 然后扭头就训斥杨如玉 如玉 你怎么这么狠心呢 这是你奶 你不想照顾你明说呀 你真要摔死你奶吗 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他已经对杨如玉 有了意见 哼 笑骚蹄子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每次见到八爷十爷 就装着一副娇弱的样子 那不是要勾引人家是什么 之前说走了 飞不住 就是去找十爷了 他这次回来 就是抓这个小欠货的 我哪有 我哪有 杨如玉 飞力的翻身 眼泪哗哗的流了下来 奶 奶却尿在我身上了 心里却想着 大鸭这个蠢货 怎么就不能全部 毒死这些老东西呢 杨百合这才发现 他娘的裤子全湿了 顿时乐了 娘 不用去茅房了 回去吧 然后穿着杨安氏 就回了屋子 他是真的 不愿去茅房 太脏了 杨如玉 不由的回头 瞪了 看热闹的杨如心 你满意了 你怎么这么坏 杨如心却笑了 嘿嘿 哎呀 我可没觉得我坏 因为对坏人坏 那就是对好人好 怎么样 杨如玉 还要继续算计我吗 没关系 有什么招数继续来 最好是升级版的 要不然 我可没兴趣 陪你玩小孩 过家家的游戏 而我呢 既又喜欢你们 看不惯我 既又打不过我 骂不过我 收拾不了我的样子 味爽 然后挥了挥手 好好在家里 当你的孝顺孙女吧 白了 然后转身叫走 杨如欲恨的 差点将舌头给咬下来 大汤姐 就在杨如心刚走出院门口的时候 后面就传来了一个声音 杨如心回头 只见杨如松走了出来 不由的停住了脚步 玩味地看着走过来的大男孩 其实说实话 杨如松长得可真不错 继承了杨家人模样的所有优点 如果再长大一点 比杨百福都要好看 只是 好好的一颗苗子 却被杨百川和冯彩鹅给养歪了 再加上杨佩李老两口的推波助澜 现在这个人 在他眼里 已经是一颗歪脖子树了 我这次考得不错 杨如松出乎意料地 竟然说了这个话 我有信心 这次会考中 考中了 我就功名了 哼 那就恭喜你了 杨如松也诧异了一下 不过 既然人家心平气和 他也没必要 横眉冷对 大藏姐 回来吧 杨苏盯着杨如心 好 杨如松就在到家之后 从最初的恐惧到现在的平静 他也是想了很多 最后认定 家里之所以出这么多事 那就是因为大方分出去了 本集播送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蜡席山里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